志强,你快来看!小雨的肚子好像变大了,周美玲惊慌地喊道。林志强匆忙赶来,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这,这怎么可能?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正在浮出水面,这个躺在病床上三年的植物人女孩,究竟经历了什么? 一场震惊整个小城的悲剧,就此拉开了序幕,在江南水乡的一座小城里,有这样一个家庭,他们的故事让人既心痛又愤怒。 这个家庭的主人公是林家妇女,林志强、周美玲和他们的女儿林小雨。 林志强和周美玲都是二婚,他们的结合曾经让很多人不看好。 然而,这对夫妻用相濡以沫的爱情,打破了所有质疑的声音。 唯一遗憾的是,他们结婚多年,也未能生育。 就在他们几乎要放弃希望的时候,奇迹发生了。 周美玲在四十岁那年怀孕了,并顺利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他们给女儿取名林小雨,寓意着这个孩子如同雨后春笋, 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生机。 小雨啊,你就是爸爸妈妈的小天使林志强常常这样对女儿说。 在父母的宠爱下,林小雨茁壮成长。 她不仅漂亮可爱,而且聪明伶俐。 从小学到高中,林小雨一直是班上的尖子生。 高考那年,她以全是第一的成绩考入了北京最好的大学, 成为了整个小城的骄傲。 小雨,等你大学毕业了,一定要回来看看我们这个小城啊。 林志强在送女儿去北京的火车站上,一依不舍地说。 林小雨笑着点头,放心吧爸爸,我一定会常回来的,这里永远是我的家。 然而,命运总是喜欢和人开玩笑。 就在林小雨大三那年的暑假,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林小雨骑着自行车去图书馆。 突然,一辆失控的货车冲上人行道,直接撞向了毫无防备的林小雨。 当林志强和周美玲赶到医院时,看到的是躺在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的女儿。 医生的话如同晴天霹雳,病人受伤严重,已经进入植物人状态。 能不能醒过来,很难说。 从那一刻起,林家的生活天翻地覆。 林志强和周美玲辞去了工作,全身心地照顾女儿。 他们倾其所有,请来了最好的护工刘晓慧,希望能给予林小雨最好的照顾。 小雨,爸爸妈妈在这里,你一定要醒过来啊,每天,周美玲都会这样对着女儿说,即使知道她听不到。 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过去了。 林小雨依然沉睡不醒,而林志强和周美玲的头发也在这段时间里全白了。 三年后的一天,当周美玲像往常一样为女儿擦拭身体时,突然发现了异常。 智强,智强,你快来看。 小雨的肚子好像变大了,周美玲惊慌地喊道。 林志强匆忙赶来,当她看到女儿微微隆起的腹部时,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这,这怎么可能? 林志强喃喃自语。 他们立即联系了医院,要求做全面检查。 检查结果再次如同晴天霹雳,林小雨怀孕了。 已经三个月,这不可能。 林志强怒吼道,我女儿是植物人,怎么可能怀孕? 一定是搞错了。 但是,多次检查的结果都证实了这个令人不安的事实。 林小雨,这个躺在病床上已经三年的植物人,确实怀孕了。 这个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林家炸开。 林志强和周美玲陷入了巨大的震惊和悲痛之中。 他们无法理解,也不愿相信这个残酷的现实,一定是有人,有人对小雨做了那种事。 周美玲颤抖着说出了这个可怕的猜测。 林志强的脸瞬间变得铁青,我要查。 我一定要查出是谁干的。 他们立即联系了医院,要求查看过去三个月的监控录像。 而当他们看到监控画面时,顿时感到如坠冰枯,在录像中,他们看到一个陌生的年轻男子频繁出入林小雨的病房。 这个男子看起来二十出头,长相普通,但举止鬼鬼祟祟。 更令人不安的是,每次他进入病房时,都会小心翼翼地遮挡监控摄像头。 这个禽兽,林志强愤怒地锤打着桌子,我一定要找到他,让他付出代价。 周美玲则瘫坐在椅子上,泪如雨下,小雨啊,妈妈对不起你,妈妈没有保护好你,就在这时,一个细节引起了林志强的注意。 他发现,那个男子每次进入病房时,都会使用工作人员的门禁卡,这个人很可能是医院的工作人员,林志强推测道。 他们立即向医院反映了这一情况,要求医院配合调查。 但医院的态度却出人意料地消极,我们会内部调查的,请你们放心,医院负责人这样说道。 但语气中却没有多少诚意。 林志强和周美玲意识到,仅仅依靠医院是无法查明真相的。 他们决定报警,请求警方介入调查。 警方很快展开了调查。 通过对比门禁记录和监控画面,他们锁定了一名叫张明的实习医生。 当警察带着张明来到林小宇病房时,林志强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 就是你,就是你这个禽兽,对我女儿做了那种事。 林志强怒吼着冲向张明。 警察连忙拦住了林志强。 而张明则吓得脸色苍白,不停地辩解。 不,不是我,我没有,但面对铁证如山的监控录像。 张明最终崩溃了。 他跪在地上,哭着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我,我只是太寂寞了,我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张明哭泣着说。 听到这些话,林志强和周美玲愤怒地几乎失去理智。 寂寞。 就因为你寂寞,就要毁了我女儿的一生。 周美玲歇斯底里地喊道。 林志强则冷冷地说,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做医生。 你不是人,你是禽兽。 警方当场逮捕了张明,并开始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而这个案件带来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 医院因为监管不力,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多名管理人员被撤职查办。 同时,这个案件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医疗系统安全管理的广泛讨论。 对于林家来说,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关于林小雨腹中胎儿的去留问题,成为了一个艰难的抉择。 我们不能留下这个孩子。 林志强坚定地说,这是一个罪恶的开始,我不能让小雨再受到伤害。 不过,周美玲却有不同的看法。 可是,这毕竟是小雨的孩子啊。 如果小雨醒来,知道我们做了这样的决定,她会怎么想? 这个问题成为了林家新的痛苦源泉。 他们咨询了多位医生和伦理学专家,试图寻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最终,在深思熟虑后,他们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保留这个孩子。 也许,这个孩子的到来,是上天给我们的另一个希望。 周美玲这样说道,也许,她能给小雨带来醒来的力量。 林志强虽然不情愿,但也尊重了妻子的决定。 就这样,在全家人的期待和忐忑中,林小雨的预产期越来越近了。 然而,就在预产期前一周,奇迹发生了。 那天下午,周美玲像往常一样在给林小雨读书。 突然,她发现女儿的手指动了一下。 小雨,小雨,你能听到妈妈说话吗? 周美玲激动地喊道。 林小雨的眼皮微微颤动,然后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妈妈妈,林小雨虚弱地说出了这三年来的第一句话。 周美玲喜极而泣,连忙呼喊林志强和医生。 当林志强赶到时,看到的是女儿虚弱但清醒的面容。 那一刻,所有的痛苦和煎熬仿佛都烟消云散了。 小雨,你终于醒了。 林志强哽咽着说,爸爸妈妈等你等了好久。 但当林小雨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时,她的表情变得惊恐起来。 爸爸、妈妈,我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我的肚子? 林小雨颤抖着问道。 林志强和周美玲面面相去,不知如何回答女儿的问题。 最终,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们决定暂时对林小雨隐瞒真相,等她的身体状况好转后再慢慢告诉她。 接下来的日子里,林小雨的恢复情况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她不仅逐渐恢复了行动能力,记忆力也在慢慢恢复。 不过,随着预产期的临近,隐瞒真相变得越来越困难。 终于,在林小雨再三追问下,林志强和周美玲不得不将这三年来发生的事情一五一时地告诉了她。 听完真相的林小雨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然后,她突然笑了。 爸爸、妈妈,谢谢你们这么多年的照顾。 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 林志强和周美玲被女儿的坚强深深地感动了。 小雨,你不用道歉。 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你。 林志强说道。 林小雨摇摇头,不,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现在,让我们一起面对未来吧。 一周后,林小雨顺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婴。 尽管这个孩子的来源充满了痛苦, 但她的到来却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新的希望。 我想给她取名希望,林小雨抱着女儿说,因为她让我重新看到了生命的希望。 林志强和周美玲含泪点头,他们知道,这个名字不仅是给小婴儿的,也是给整个家庭的。 这个发生在江南小城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更是一个关于希望、勇气和爱的故事。 她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只要我们不放弃希望,生命就会给我们惊喜。 同时,这个故事也引发了人们对医疗系统安全管理、植物人权益保护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她提醒我们,在追求医疗技术进步的同时,也要重视医德医疯的建设,保护好每一个生命的尊严。 最后,林小宇和她的家人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爱的力量是无穷的。 她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给人勇气和希望。 让我们记住这个故事,永远相信爱和希望的力量。 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踹走凤凰难。 我婆婆伙同老公做法,用相探我刚出生的女儿只为再生男胎,可是她们不知道,二胎不会有,她们也一定会得到我精心准备的报应。 因为我爸妈都过世了,所以在我怀孕后期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婆婆,毕竟她就我老公和我大姑姐俩孩子,而大姑姐孩子都大了,也不需要她帮忙,她应该是有时间的。 可是没想到我这一个电话差点气得我心肌梗塞。 我心情不错地打通电话,妈,我这也快到日子了,您看您能不能到时候给我伺候一下月子,也帮我看看孩子什么的,花费啥的都我和刘天初,您看行不。 我很客气地说着那话,她却似乎顿了下,随即僵硬地说,啊,我伺候。 那不行吧,我也有我自己的事情的,前些年我让你们生,你们不是不生吗? 现在生我可没空管,你再想办法好吧。 她这一句话让我手都僵了一下,什么叫我在想办法? 当初结婚,我们两个人几乎是裸婚,哪里有钱,更不敢生孩子,这几年经济好些,我才敢要孩子。 更何况,一直以来我没有父母了,对婆婆在经济上一直都很大方,可以说是很孝顺了,她怎么说得出口这样的话? 我现在没人照顾,到时候生下的孩子毕竟也是你们家的,您看这两年我也没少给您生活费,也都是我自己的工资出的,不敢说多孝顺,但是该进的孝道我也都是进了的。 现在我确实也没什么多余的钱,请月扫过来。 再者,外人毕竟没自己人亲,我尽量让自己冷静地说,即使我已经内心很无语。 她倒是直接挤眼了,你看你说的这是啥话? 生活费是你们该给我的,什么你的工资我儿子的工资,不都是我儿子的吗? 你孝顺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个人的孩子个人带,自古都是这样的对不对? 帮你忙是情分,不帮是本分,你在这里道德绑架我什么? 是我让你现在生孩子了,凭啥要帮忙就找我了,你当初睡的时候就不知道要生孩子吗? 我瞬间就感觉气血上涌,这是一个婆婆改跟儿媳妇说的话,哪里有半点当老人的样子,得是多孙的人才能说出这种话来。 她哪里配我叫她那个妈字? 我直接捏紧手机,咬着厚草牙,睡觉。 冒昧地问一下你,你当初睡觉了吗? 我估计你肯定没少睡了,不然不能帮出来你儿子。 冤有投债有主,你以后得找对债权人对不对? 你这辈子所有的不容易都怨不得旁人了,你得找那个让你生孩子的人。 因为是他让你才不容易的。 我气得声音不受控制地放大。 手机那边也开始吼了起来,你说的是啥话? 什么东西啊你? 咋跟长辈说话呢? 你爹娘没教你啊? 还有没有教养了? 我就告诉你了,既然你嫁给我儿子了,你就是我家媳妇,你就该伺候我,伺候我儿子。 生孩子带孩子也是你的本分,给我生活费啥的更是你应该的,不管我给你帮不帮忙,你都有责任对我好。 百善孝为先知道不知道,真是死了娘没教养的东西。 我冷笑,教养。 长辈,你可真是老太太吃稀饭,卑鄙无耻下流。 我看你这辈子的教养,都就饭吃了吧。 你闺女生孩子你照顾的时候,怎么不问问她结婚睡觉没?不照顾就不照顾,人话你不会说。 还跟我整语言公鸡呢? 我这两年,孝顺你的钱请月嫂也够我请几年了吧。 作为一个人,爸得换位思考。 当然,我知道你不会,毕竟你没有人这个属性。 岁数这么大了,脑子里天天都是怎么睡觉了,哪里有空间想别的呢? 啥也不是,隔着电话我就恶心。 对了,以后别说什么钱不钱的,你儿子工资卡在我这,房子是婚前写我名的,车也是,以后你儿子赶给你一分钱,我就等了他,让他净身出户。 以后,你自己自求多福吧。 说完这些,我就直接挂断电话,顺便将他拉黑。 然后,下一步就直接打通他儿子刘天的电话。 我把他妈刚说的话,都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顺便再炮轰,怒骂了一顿。 当时,我就知道刘天他家的情况,也知道他妈不是什么好相处的人,不过还好两个人都是在市里买房住,也不存在去他家住的情况。 最重要的是,刘天对我确实是十分好,而且他妈也说过的,不用过来和我们一起住,我当时也就冲着他对我的好嫁给了他。 即使他家条件不好,但是想着我有房有车,只图他个人,也挺好的。 所以,这三年里,还算是相安无事,毕竟我们只有逢年过节,偶尔回去一次。 我又比较涉恐,平时和他妈也说不了几句,只知道他不好亲近,我以为是他性格就这样,却不想根本就不是个人。 毕竟人说不出这种畜生话来。 看着手机,我气得脑壳还嗡嗡响,极其后悔这几年我给他的钱,真是为了狗。 当天我就开始找人,想着说等到下个月生孩子的时候,直接雇个阿姨照顾我。 却没想到,树域竟儿风不止。 生产那天,我剖腹产生了女儿,也还算一切顺利。 我老公这段时间更是不敢提他骂,我骂着什么,他就受着什么,毕竟他理亏。 就这样,等到我和女儿出院回家,我从我爸妈给我存的钱里取了布粉,准备请一年阿姨。 随后,阿姨也已经到位的时候,破事却出现了。 他妈突然拎着大包小包,敲开我家的门。 他来的时候,我正躺在床上准备睡觉,而女儿则在月扫怀里喝奶粉。 而他就那么大辣辣地越过我老公,直接冲进我的卧室,完全不顾我的眼神,直接到了我女儿身边。 哎呀,这是我家小乖孙啊,真是可爱啊。 来,让奶奶看看。 说着,他就准备上手去抱,我冷不丁地瞥了一眼老公。 老公瞬间就反应过来,赶紧整个人都横到了月扫和他妈之间。 妈,你怎么突然来了? 我这有月扫照顾,你来,我也没时间照顾你,要不我现在先带你下楼开个房,然后等明天早上给你买车票,你回老家吧。 老公说完这话,婆婆的脸上顿时僵住了。 我以为他又要使出他那泼妇骂街的架势时,不料他却突然眼面哭了起来。 我一脸猛逼,只觉得头疼。 要不您先出去哭会儿? 孩子怕吵,我也要休息。 我冷不丁地吐了这么一句,直接一翻身就准备睡了。 却不料他倒是没发作,反而突然绕过了床,直接到了我跟前。 我剖妇产的伤口还没好利索,尤其影响发挥,有些无语地看着他,也不能真和他吵架。 现在不是争辩是非的时候,我要养身体。 好家伙,把我自己气出病来,那老婆婆还不高兴死。 我就一闭眼,直接无视。 不想我刚闭上眼睛,只觉得我的手腕一凉,下意识地缩手,睁眼的时候,突然发现婆婆正费劲地给我手腕上套着一个金镯子。 看那样子,足足也得有六七十克的样子,戴在手上都有些压手。 我愣了两秒,看着婆婆,刹那间,简直就是猛逼树上猛逼裹,猛逼树下你和我了。 千千,是妈对不住你,那天不该那么跟你说话。 其实,我就是觉得你们一直不要孩子,催了那么久,有点憋气,说话也失了分寸,真是对不住你。 妈错了,妈给你道歉,你看你能原谅妈不。 妈手里也没有多少钱,也就这一点钱。 我给你和乖孙一人买了个礼物,就当给你赔礼道歉了刑部。 你就让妈留下照看你吧。 她这突如其来的转变,让我有些措手不及,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对。 别的不说,就光她那天跟我说我是死了娘,没人教养的东西那句话, 我就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对她。 就在我发懵的时候,她起身就走到了我女儿的跟前,从包里又拿出个小礼盒, 取出一对手镯,放在我女儿的包背上。 我不解地看了眼老公。 老公有些为难地看着我,示意我看在礼物的面子上别太过。 不过吵架归吵架,生气归生气,万万不能和钱过不去。 我看了看手上这镯子,再看了眼女儿,现在还不能吵架, 不然难免要把东西和她一起请出去了。 既然不能明面哄,那就也茶言茶语一次得了。 妈,你看你说的什么话,这是我都没往心里去。 你都想啥呢?你今天来确实是劳累了,还送了我和丫头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这心里可是感激得很呢。 要不这样吧,让刘天带你先出去吃饭,给你接风洗尘。 我说着这话就看向刘天,你赶紧带妈去吃饭,然后开个房,也别就开一天了,妈好不容易来一趟,你让她住一晚上多不合适。 我努努嘴,很是通情达理。 说这话的时候,婆婆的眼中果然都闪过亮光,她正准备接话的时候,我赶紧又继续说,就开个三天吧,你请个三天假,这几天带妈妈好好转转忙忙,然后到时候你亲自送咱妈回去,知道了没? 眼看婆婆的脸色都开始变了,我赶紧看了眼月嫂,柔声说道,哎呀,刘阿姨,孩子吃完了就给我吧,我抱着让她睡一会吧。 孩子顺其自然到了我怀里,我也不客气,直接闭眼睡觉。 婆婆见我都睡下了,只能跟着老公就往外走。 直到我听到门锁咯噔的一声,才敢睁眼看了眼睡的香甜的女儿,还是有些不解。 她突然跑来做什么? 如果是为了要生活费,又为什么会给我送这么贵的礼物? 其实,我知道留天每个月还是会给她生活费的,只是不多,刚够开销的,按理来说,没必要为了这个来的。 可是,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又是为了什么? 难道真的知道错了? 我有点不信。 月嫂看着我那样子,似乎也明白了什么,月子里照顾好自己就行,别的别管了,少操心的好。 我点了点头,重新审视了下手镯,看看颜色好像没什么问题,也挺沉的。 干脆我就直接不管了,反正让留天陪她三天就行了。 可是我没想到,这小老太太哪里会真就这么听我的。 第二天,她就跑到我家给我做饭,并且还直接吓退了我的月嫂阿姨。 而这些都是我睡醒的时候才发现的。 我抱着女儿刚醒,她就端着饭进来,脸上没有昨天那迎合的笑,更没有什么殷勤模样。 她端着一碗汤就直接递给我,说,喝吧,这可是鸡汤炖蘑菇呢。 我生儿子的时候,吃个南瓜都要看婆婆脸色。 你看你命多好,生了个女娃娃,我都来伺候你,赶紧喝吧。 她语气倒是挺好,脸上也是带着笑,可这话却是尖酸代刺。 我没接她的碗,直接看了看四周,问,阿姨呢? 她会给我做饭,您还是歇着吧。 我不冷不热地说着,她儿子没在,我连眼都懒得眼了。 她倒是一脸坦然,直接就坐到我床上去了,那女的竟然想偷咱家东西,真是外面请来的人不行。 我听刘天说,她一个月就得一万五,真是糟贱钱,我让她收拾东西滚蛋了。 从今天开始,我就在这伺候你,你一个月给我一万二就行,剩下的三千就只当是我给小孙女的了。 她这话说得简单,我却眼睛都瞪大了。 我千挑万选的阿姨就这么被赶走了,在我家还没我做主的份,不过这什么阿姨呀,总也该跟我打招呼的。 我想起身发作,伤口却扯得差点疼死。 看着婆婆那德行,我就想着要不就等刘天回来再说吧,现在我身体情况不允许在这和她扯皮。 我正了正心态,看她也没服我的意思,就慢慢自己坐起来,端起那汤,心想怎么着也不能跟身体过不去,先吃饭。 婆婆瞥了我一眼,直接就起来说,你吃完放那儿就行,我先去睡午觉了。 真是离了个大谱,我这个产妇,剖妇产没几天,她倒是安心睡觉。 本着再忍一会儿的心思,我端起那汤,淡淡地点了点头。 可是就在她出门后,我刚喝一口汤,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这口味,挺熟悉呀,好喝是挺好喝,就是太熟悉。 我摇摇头,也不再想那么多,可能是用了什么汤料包吧。 我赶紧趁着孩子睡着,就大口喝,却不料都快喝到底了,发现一块鸡肉都没有,就那几片蘑菇,直到我端着碗端向的时候,我的太阳穴都开始狂跳。 我看到碗底清晰可见的几个方便面渣,瞬间胃里都被恶心充斥,我咬着牙放下那碗,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 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身体忍不住地抽动,伤口都开始痛。 我努力地平复着心绪,让自己冷静些,毕竟现在生气,除了把我自己弃出乳腺节节之外,只怕什么用都没有。 搞不好我越生气,那老太婆越高兴。 我沉了口气,看了看孩子,再看了看自己这还在抽痛的伤口,拿起了手机,先给闺蜜打了个电话,随即再联系老公。 在得知老公晚上才能回家后,我也不着急,只是把那碗加了几片蘑菇的泡面汤录了个实时视频,发给老公。 随后不到半个小时的功夫,我闺蜜就到了,我拿手机远程给她开了门,她风风火火地就赶紧进来。 怎么了?这么着急?我跟闺女没人照看吗?你请的阿姨呢? 她一边说着,一边去看我女儿。我摇摇头,看了眼门口,给她使眼色,她妈来了,把我请的阿姨给轰走了,留天到今天晚上才能回来。 所以,我才让你先过来,我怕我一会儿忍不住直接跳起来跟她干。 你知道的,我刀口美好,不然我真不带怕的。 闺蜜一听这话,瞬间瞄懂,赶紧掀起来,轻手轻脚地关了门,然后反锁。 这老太婆子又作妖了?你这么急叫我过来,是不是让我帮你干嫁的? 闺蜜一边说一边挽袖子,那积极的模样让我很是无奈。 这丫头真是说风就是雨。 我无奈服额,指了指床头柜上的碗,把刚刚发生的事情都说了一遍,她更是气得头发都差点竖起来,瞬间就起身,说什么都要把老太太拎到留天公司里去。 要不是,我赶紧劝着,估计她都已经到位了。 你冷静点,我让你过来可是有大用处的,你先别激动。 我现在正在月子里,伤口也没恢复,实在是战斗力不行,搞不好再搞个产后抑郁啥的,得不偿失。 咱们已经制动好不好,我说的温柔,她听得发梦。 直到我叫她过来,趴在她耳朵上说了半天,她才明白,随即就赶紧兴奋地打开门,给我比了个OK的手势。 几秒钟后,我就听到婆婆嗷嗷的尖叫声。 我要报警了呀,婆婆大声喊着。 闺蜜也不示弱,你声音小点,把我干女儿吵醒了,看我不把你丢出去。 我淡定地把女儿抱在怀里,还好女儿倒是个省心的,很乖,完全雷打不动地睡觉。 那边的争吵声越来越频繁,不过我大概能听得出来,我闺蜜暂时是战上风的。 不捎片刻,婆婆就逃命似的跑到了我的房间,靠到我跟前,满脸仓皇。 谦谦啊,这家里咋回事啊? 这来的这泼妇是谁呀? 近来二话不说,就掀我被子,拿东西往我脸上扔,还把一盆脱把水都扣我身上了。 幸好是东西不重,不然我得破相啊。 还把我连人带床单都扯到地上,我这老妖都要被摔断了。 还把我的行李往外面丢,这是神经病吧? 婆婆如同惊弓之鸟一样地缩在我旁边,完全就没有了平时的气焰,身上还有一股脱把水的嗖味。 我挑了挑眉眉说话,直到等我闺蜜也进门。 她一进门,就插着腰,一脸不满地看着我,然后很是不客气地指着我婆婆, 谦谦啊,你请的什么阿姨呀? 让你一个产妇带孩子,自己在床上睡得跟死猪一样? 我叫也叫不行,砸也砸不应,好不容易把她扯到床下她才行,还敢骂我。 什么玩意儿啊,赶紧给我撵出去。 什么东西啊? 真是离了个大谱,哪有这样伺候人的? 还不如让你婆婆来伺候呢? 如果是婆婆来伺候,估计再怎么着也得一直守在你身边是不是? 怎么着也得一直营养餐端来端去的伺候是不是? 闺蜜激动地说着,一边说还一边比话,那样子简直就是一脸正义。 我真恨不得给她赶紧比个大拇指,可惜婆婆在旁,我没机会给她鼓掌点赞,这发挥爆发力极强。 等出了月子,高低得带她搓一顿。 婆婆听着这话,瞬间脸一阵红一阵白,那颜色叫一个漂亮。 朵朵,你说啥呢? 这就是我婆婆呢? 我婆婆觉得阿姨照顾我照顾得不好,专门自己照顾我呢。 你看你说到哪里去了? 我温柔地说着,然后一脸和善地看着婆婆。 你说是吧,妈。 我说着这话,婆婆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但是还是努力挤出笑。 阿姨呀,你看我真是,我还以为是月嫂阿姨呢。 不过,您既然是来照顾芊芊的,怎么躺在那睡觉呢? 你看我都误会你了。 真是不好意思呀。 朵朵一脸诚挚的样子,让婆婆气得够呛,眼看她想说话,我赶紧插嘴。 好了,好了,我妈脾气最好了,当然不会生你一个小姑娘的气了。 你别自责了,都是误会。 我这一句话,让婆婆彻底闭嘴。 朵朵见状,赶紧上前就去看我女儿, 然后很是自然地看了眼我,再看了眼婆婆。 阿姨,我还真是没见过比您还好的婆婆呢。 月嫂照顾都不放心,还亲自上手,真是好婆婆呢。 朵朵一边说,一边夸张地做表情。 婆婆尴尬地点头时,朵朵顺手把桌子上的碗递了过去,那辛苦阿姨了,给芊芊做家餐吧,搞个汤,搞四个菜就好,记得清淡哈。 还有,孩子刚换下的衣服,阿姨记得洗一下,顺便开水消毒。 还有这地啊,家具啊,您记得收拾下再消毒。 家里有孩子了,就是麻烦些,多少婆婆都不愿意做,您真是好,不放心越扫,愿意亲力亲为呢。 朵朵这话说得我婆婆的脸越来越僵硬,脸上的笑都已经快要挂不住,却又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反驳,只能兴兴地出去。 没一会儿,厨房里就开始响起声音。 朵朵坐在我旁边,却还是脸色不好。 我也不能一直留在这陪着你,你婆婆也不可能一直在这庄,后面怎么办? 朵朵替我担心,我却只是看了看女儿。 我婆婆到底要干什么,我是真的一点没看出来。 没一会儿,婆婆就端着饭菜走了进来。 菜色瞬间升级,四菜一汤。 她一脸慈祥地走进来,刚想装模作样地再说些什么的时候, 朵朵就迅速站了起来,拦在了婆婆面前。 哎呀,阿姨,你手艺可真是好啊,这色香味俱全啊。 朵朵边说着就先接过菜,然后给我往桌上一放, 就又忙忙活活地把刚女儿换下的衣服赶紧塞了过去。 婆婆还没反应过来,手里就多了一堆沾着我闺女使尿的衣服。 那就辛苦您赶紧先去洗衣服,对了,别忘了消毒哦。 朵朵这么说着,婆婆尴尬地点了点头。 就这么反反复复地做各种事情,朵朵是不能看到婆婆停一下, 不断地给她找事情做。 而婆婆为了装,也确实是没停,直到硬生生到了晚上我老公回来的那一刻。 房门刚一打开,正在擦地板的婆婆就一下扑到我老公面前, 开始细说自己今天的各种不容易。 老公先是愣了下,随后就开始问她, 月嫂呢?婆婆尴尬地说,她让月嫂走了。 老公无语地看了她一眼,那您看,反正这些事总要有人做的, 您要是能天天这么做也行,不行的话,最好还是把阿姨找回来。 要不您还是辛苦几天吧。 我老公说完,就赶紧想要去抱女儿。 这时,我透过门缝,看到婆婆饶有神秘地拉住老公,低声开始说话。 朵朵见状,赶紧趴上去听。 你媳妇就生个丫头骗子,一个赔钱货而已, 你就给那么多钱请人伺候她,没看她配不配。 要我说,我随便看几天,让她先出月子, 等出了月子,你就抓紧再要个。 到时候早早查下男女,只要是男娃,到时候我就不干涉你找人伺候。 我婆婆话刚落地,我就听到砰的一声。 我老公甩了手里的公文包,就直接瞪着她妈。 妈,你说的是人话不是,我也不跟你说这么多, 你走,现在就走。 朵朵也被瞬间气到了,不顾我劝说,就直接冲了出去, 你这小老太婆,还真是会呀。 女孩就是赔钱货,那你岂不是最不值钱的货? 真是好笑得很,自己以老卖老不值钱, 当别人都跟你一样啊。 我还就告诉你,我家千千就不生,就那一个女儿, 你赶紧拿凉快拿呆着去。 躲躲气得不行,我婆婆却也瞬间炸毛了, 直接碰的就推开了我的门, 然后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指着我女儿说, 林千千,你不生了? 你敢不生孩子试试,生这么个小丫头骗子, 你再敢不生孩子,看我能容得下你不? 我这家里不会要下不出蛋的鸡。 婆婆婆妇一样地吼着, 果然,这两天都是装出的德行。 怪不得这么着急过来, 原来就是知道我请了月嫂花钱了, 还想省钱让我再生。 即便我已经尽量忍耐, 却也已经压抑不住。 眼看我老公上去,就去拉她妈, 我伸手就揪着身边的热汤, 直接泼了过去。 我还真是小看你个老太婆了, 自己不值钱, 当天下人都不值钱。 我现在就告诉你, 给我滚, 从今天开始, 再赶进我家门, 我就连你儿子一块轰出去。 滚, 立刻滚, 还着急传宗接代, 别恶心人了好吧。 就你这黑心肠的老太太, 能不能看到那一天还是两回事。 那么想生儿子, 现在赶紧去找个不嫌弃你恶心的老头, 再去试试啊。 搞不好还来得及, 实在自己生不出也不怕呀。 找个公狗公猪的, 也能继承你家财产啊。 毕竟跟你绝配啊, 畜生的家族畜生成习啊。 我死命地喊着, 伤口被扯得一阵疼痛。 老公见势头不对, 他妈也开始继续吼, 骂得很是难听。 我虽然行动不便, 可是躲躲不惯着他, 直接揪着我婆婆的衣领就往出扯。 我老公夹在中间, 也一时为难, 只能尽量阻拦。 女儿却已经被吵得哭了起来。 我忍着伤口的疼痛, 努力安抚女儿。 可是即便如此, 因为我自己太过激动, 伤口还是裂开了。 当天晚上, 我被送去了医院, 重新缝合伤口, 朵朵陪我一起。 我老公则留在家里帮我带孩子, 最主要的是我暂时不想看到他, 看到他就想起他那个妈。 躺在病床上, 我还是气得不行, 只觉得胸口都堵得厉害。 你说他怕月扫花钱, 为什么还会送金子给你? 朵朵不理解地看着我手腕。 我也反应了过来, 看了看手腕上的镯子, 说帮我取下来。 因为我另外一只手在输液, 只能让朵朵帮忙。 镯子取下后, 朵朵在手里颠了颠, 又用力捏了捏, 说重量差不多, 也有软度。 可是我觉得还是有问题。 他说着这话, 我也点头, 你帮我找个剪子之类的工具剪一下看。 我叹了口气, 只觉得这月子坐得窝囊。 朵朵听了我的话, 赶紧就去找了剪刀, 当着我面剪。 剪开一点缝隙的刹那, 我心里的气氛真是达到了顶峰。 也是, 我真是天真, 他哪里会对我和我女儿好。 镯子里面是银色的, 应该是银子, 外面一层薄薄的金皮, 怪不得重量差不多, 颜色也差不多。 这怎么办? 朵朵拍拍我的胸口, 怕我生气。 我摸着太阳穴, 气得不行。 当下就给老公打了视频, 把镯子给他看。 这, 是不是我妈被骗了呀? 他不是那样的人。 要不我问问他吧, 你别心急呀老婆, 先消消气。 老公说着这话, 却让我心里抽动了一下。 他没有太多的惊讶, 第一时间是给自己妈辩解。 我沉住气, 看着那镯子只觉得恶心, 我不稀罕他什么东西, 只是这人怎么能这么虚伪奇葩。 算了, 等出了月子再说这事, 女儿呢? 他睡了没? 我看看。 我叹了口气, 想着要自己安惜自己, 毕竟要出了月子。 可是我说出这话的刹那, 我就看到我老公的脸色 略微地变换一下。 睡了, 别吵他了, 好不容易哄睡的。 他话语刚落, 我心里却咯噔了一下。 我要看女儿, 睡着了你, 就从他面前晃一下, 我不说话, 不会吵到他的。 我虽然语气平静, 可是不知道怎么的, 心里有些紧绷, 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不其然, 老公一听我的话, 明显脸色都僵硬了。 孩子真睡了, 你还病着呢? 等好了, 我就把孩子抱过去给你看。 他这话, 让我的心都僵了。 孩子去哪了? 你给我说。 孩子去哪了? 我控制不住的大吼出声, 朵朵吓得赶紧过来拉着我的手, 生怕我又把伤口崩开。 也就是, 看我明显已经动气的时候, 老公才为难地看着我, 孩子让我妈先抱走了, 他带回老家, 带一段时间, 你也能好好坐月子不是? 我妈也是为了你好。 你看这阵子你, 为了孩子多敏感, 也影响咱们的感情。 你说是不是? 我手都跟着颤抖, 我剖腹七层, 才好不容易生下的孩子, 怎么可以让他说 带走就带走的呀? 刘天, 这日子你是半点也不想过了是吗? 把孩子给我带回来, 立刻去把孩子给我带回来, 你听到没有? 我气得浑身发抖, 刘天却只是不停地解释, 老婆你别生气, 其实让我妈把孩子带好, 对咱们也好, 我给她拿了一万块钱, 她说以后半年给一次, 她给咱们带好孩子, 咱们也好上班, 等孩子上幼儿园再接回来, 到时候也不耽误咱们生二胎不是。 她这一句话, 简直就像是一个拳头, 直接垂到我胸口。 我太过激动, 伤口处疼得要命, 可是却不及我心里的疼, 还不等我说话, 朵朵就一把, 抢过我的手机, 刘天, 你个王八蛋, 我就知道, 你跟你那杀笔妈一个货色, 什么也不是, 什么东西啊? 还二胎, 你这种东西配不配啊? 朵朵气得怒骂, 我却冷静了很多。 我努力让自己坐直身子, 忍着钻心的疼痛, 看着朵朵。 电话挂了, 朵朵, 得辛苦你连夜陪我去她老家。 对了, 能不能让你哥哥他们一起帮帮忙? 先把孩子带回来。 你看刘天他妈那个样子, 我真的不放心。 我说这话的时候, 眼泪已经快忍不住, 却还在努力忍。 朵朵叹了口气, 想劝我, 但是却还是忍住了。 当天夜里, 我直接和朵朵, 还有她哥哥和她的朋友, 整整一车的人, 直接去了刘天老家。 我努力大口呼吸, 让自己舒服些, 直到一个多小时候, 终于到了刘天界大门口。 刚到门口, 我被扶着下车的时候, 就听到里面撕心裂肺的哭声。 是我女儿。 朵朵赶紧带着人就砸门, 没一会儿里面就一边嚷嚷, 谁呀? 这么晚了? 我示意他们都别说话, 果然, 两分钟后门就打开了。 我们瞅准机会, 赶紧用力推开门, 刘天他妈蒙了下, 就开始骂人, 然后妄想拦着我们不让进去。 还好我叫的人多, 两下就把她推开。 我已经顾不上身体的疼痛, 疯狂地跑了进去, 寻着哭声, 刚一进那卧室, 就看到床上放着我女儿。 她还在我给她准备的包备里, 只是不一样的是, 她此时哭得小脸通红, 最主要的是我看到 她脸上多了几个印记。 我疯了一样地 把女儿抱在怀里时, 清晰可见地看到 女儿的额头, 下巴和两颊 都有被烫伤的圆点, 而旁边就是点燃的香。 我抱着女儿的手都颤抖不已, 冲着朵朵大喊。 朵朵赶过来, 赶紧抱着女儿, 那一刻我根本不知道 肚子还疼不疼, 只知道发疯一样地 揪着那死老太婆的头发, 把她按在地上, 死命地扇着她的脸, 直到旁边的人 怕我打出问题, 把我拉开的时候才停止。 这一晚, 我一夜未眠, 却始终没有给 刘天打一个电话。 我送女儿去医院 进行了全身检查, 发现她的身上 不止这一点烫伤。 她的背后, 双腿上都有用香烫过的痕迹, 女儿也因为感染发烧严重。 我心痛之余, 也恨得咬牙切齿。 我带着女儿所有的检查单据和伤情鉴定, 以及照片视频, 看着旁边陪着我的朵朵, 重重地点头。 真的要报警吗? 刘天那里怎么办? 朵朵心疼地摸着我的手, 我却只觉得 刘天那两个字就像毒刺一样。 我恶心地皱眉, 那种东西不要再提了, 我恶心。 当天刘天他妈就被传唤到了警局, 而和他一起过来的还有刘天。 刘天一进来, 就冲过来揪着我的手, 一脸的真诚, 老婆,你怎么了? 怎么来这闹了? 我妈其实就是有点迷信而已, 她没有其他意思。 她只是听了谗言, 以为用香给女儿身上点一点, 就能招个儿子过来。 你看在这么多年, 我什么都向着你的份上, 就别闹了吧。 咱们回家好不好。 她这一番话, 让我对她仅存的那一点期望 都完全破灭了。 我女儿还在医院, 你现在一心都是你妈。 你知不知道我女儿现在还在医院受罪啊? 我控制不住地怒吼, 直到旁边的警察来拉我。 我是真没想到 她是半点都没有关心女儿的意思。 倒是那老太太一见这场面, 顿时就缩在那儿, 等警察说她虐待婴儿的时候, 她干脆直接坐在了地上, 排大腿哭起来, 冤枉啊! 真是冤枉啊! 我就点了几个香而已, 咋就虐待了呀? 她哭天抹泪地嚎着, 却已经没有任何作用。 因为她点的那几个香, 我女儿烫伤感染, 硬生生地让旁边的皮肤都化农感染, 极其严重, 后面还引发了全身感染。 老太太的虐待事实是成立的, 移交法院后, 罪名成立, 她喜提一年, 我却只觉得太轻。 而刘天却还有脸来看我女儿, 跪在地上看着我, 我觉得恶心至极。 我以前觉得她是向着我的, 没想到她只是会装而已。 老婆, 我妈也是为了生男孩, 她也已经得到了惩罚, 你就原谅我吧。 你知道的, 我是爱你的, 也是爱孩子的。 我又不重男轻女, 对不起, 老婆。 她那软骨头的样子, 让我怀疑当时的自己眼睛瞎了, 却只能鄙夷地看着她, 你妈为了生男孩。 你敢说月嫂是你妈逼走的? 没你发话, 月嫂赶走。 那假镯子, 你敢说你不知情? 你敢说你不想让我再生个男孩? 从始至终你可真是会演啊。 得了, 你现在也不用演了, 离婚。 房子, 车子, 都是婚前我的名字, 你近几年的工资我也都花了, 没有存款, 我个人的工资结婚前都是预支了五年的, 没有财产, 所以, 你别想着留什么东西。 孩子在哺乳期, 归我, 抚养费我会你好, 你等着法院通知开庭就好。 我冷冷地看着她, 只觉得多看一眼都是恶心。 后来, 法院判决的那天, 刘天对我疯狂地辱骂, 你真当你是个什么东西啊? 当时要不是看你是上海户口, 你家就你一个你女儿, 你又没爹吗? 我怎么可能会找你当老婆? 我这样的男人找什么样的找不到, 你要是没钱, 我能看得上你啊。 真是瞎了眼了, 竟然一分钱也不留给我, 跟我玩的一手好心机啊, 生个破丫头骗子还做妖。 那天, 我妈给你喝泡面汤都是好的, 要是我, 给你灌老鼠药还差不多, 我也算是忍够了。 我就要看你离了, 我能找个啥男人。 她尖叫着, 冲过来还想打我, 只是可惜被拉开了。 我冷笑地看着她, 没想到自己当时眼睛这么瞎。 回去之后, 我把关于她的东西都丢出的时候, 朵朵拉着我的手, 心疼地看着我, 没事, 一切都结束了, 都会好的。 你看, 咱们不都赢了吗? 我点了点头, 在朵朵的建议下, 我决定找人帮刘天一把, 她不是说我配不上她吗? 我找的私家侦探, 开始频繁跟踪她, 终于在一个月后, 抓到她去某喜遇中心, 顺手举报。 她虽说交了罚款就出来了, 但是因为还被单位知道了, 工作自然丢了。 我又利用了一把她最底仪的我的条件, 让她找工作, 接连碰壁。 后来听说她接走她出狱的妈, 回老了家。 只是可惜, 因为她妈前几年打麻将金额很大的缘故, 家里的房子早就被抵押, 所以回去的时候, 因为太久没交租金, 房子已经被收走。 朵朵啃着火龙果给我说的时候, 还在嘲笑, 怪不得当时你给的生活费存不住, 还没空给你带孩子, 那时候打麻将输钱都打嗨了, 哪有空? 我笑着点头, 却没想到这对母子还真是不要脸到一定地步。 没几天, 两个人就突然堵到我家门口, 都给我跪在地上。 老婆, 我真的错了, 真的。 你原谅我吧, 咱们女儿总不能一直没有爸爸呀。 你看在女儿的面子上, 原谅我吧, 求你了。 老婆, 刘天跪在那扯着我的裤腿。 我可真是恶心啊, 我当时到底看上她哪点了呀? 我挑挑眉, 看了眼她妈, 那她呢? 之前的事, 你忘了。 我淡淡地说着, 却不料想下一秒我就惊呆了。 她突然转身就揪着她妈的头, 开始一顿狂山。 她妈显然也愣了下, 顿时就哭出声了, 赶紧下意识地还手。 可她毕竟是个老太婆, 哪里打得过? 顿时两个人就扭打在了一起。 我努努嘴, 那你加油哦。 如果你让我出气的话, 我可以考虑下。 我说着这话, 刘天顿时就来劲了, 使劲地扇她妈, 那叫一个酸爽啊。 她妈大声地嚎叫, 就想挣脱跑开。 两个人的动静越发地大, 我刚想叫停的时候, 只见老太婆跑的时候, 被拽了一下, 突然脚一滑, 竟直接冲楼道摔了下去。 我愣了下, 赶紧看了眼朵朵。 朵朵点了点头, 进去默默地报警。 而刘天也吓到了, 赶紧下去看, 看到他妈晕倒了, 他也吓到了, 就准备上来问我。 我下得赶紧 哐当一声, 就关上了门。 这次警察来的时候, 刘天因为害怕, 已经跑了。 可是, 毕竟小区有监控, 没两天, 他就被抓到了。 这次, 老太婆被摔成了植物人。 而刘天故意伤人, 且伤的是自己亲妈, 情况恶劣, 而且还在得知母亲昏迷后, 不打120, 反而畏罪潜逃, 直接被判了无期。 朵朵给我说的时候, 我正抱女儿晒太阳, 随意地点了点头, 情绪没什么起伏。 还好我离婚了, 我从没想到, 刘天的人品这么可怕。 更庆幸的是, 还好那时候, 我爸妈的钱, 和我的工资大头, 我从来没取出来用, 都靠刘天的工资过日子。 如今, 我找了个阿姨带孩子, 自己重新上班, 每天有规律的生活, 才突然发现, 有钱有孩子, 没男人的生活, 原来那么轻松。 刘天不是说, 我找不到比他好的男人吗? 呸, 男人这种晦气的东西, 别来沾边。 接下来请听第三个故事, 舅舅儿子结婚三年, 户口迁走后, 没再回来过, 这年忽然一个人回来了。 国庆节快结束的时候, 我老表江河忽然间给我打电话说, 11点要在市区下车, 问我方不方便接他一下。 说实话, 江河自从结婚之后, 我们之间几乎没有怎么联系, 而且我对江河也是有很大的意见, 只是没想到这个时候, 他却又回来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们都以为他是一个白眼狼, 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回来了, 可没想到他一个人回来了。 江河是我舅舅家的儿子, 算是我们这一代里面比较有出息, 有本事的人了。 当年上学的时候, 不管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 他都是名列前茅的人, 老爷因为有了这个孙子, 他十分地高兴, 在村里的时候经常跟别人夸江河 是多么多么地厉害。 逢年过节的时候, 我们去上老爷家走亲戚, 老爷也会给我们讲江河是多么地厉害, 多么地优秀, 又得了什么奖状, 又得了什么奖励等等。 让我们向江哥学习, 老爷夸得比较多了, 我们甚至有一点开始反感江河。 不过在一众人当中, 我和江河的关系还是挺好的, 因为我们两个走得比较近, 从小就在一起玩, 后来他跟着舅妈去到市区读书, 老家很少回来, 他在农村也没有什么发小, 所以每次从市区到农村老家来, 他们会赶紧让我母亲 把我送到老爷家去, 陪着他说话聊天, 没人陪他, 也没发小, 他挺孤单的。 小时候, 甚至到后来的初中高中, 都是我一直陪着他, 后来他如愿以偿, 考上了一所985大学, 当时老爷非常非常的高兴, 那毕竟是我们这一代人第一个考上985的。 大家都觉得江河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老爷脸上特别有光, 甚至还举办了一场升学宴。 老爷拼尽自己的权力, 把能喊来的人都喊到家里面吃饭, 那天他喝了很多, 高兴得不得了, 还说江河未来一定会大有出息。 本身江河回来得少, 一直听说成绩不错, 现在又是985, 都很巴结他。 在村里就这样, 你只要成绩好, 或是在市区上学, 人家就觉得你厉害, 了不起。 江河本身就是佼佼者, 当年上大三的时候, 老爷就传过来消息说人家去招聘, 想直接把他招到公司里去。 言语间都感觉到老爷等一些人 对江河是多么的满意。 甚至过年的时候, 我和妹妹去上老爷家走亲戚, 就连邻居也会问我学习怎么样, 要考什么大学, 能不能比得过江河。 后来江河毕业了, 也确实进了一所不错的公司, 我也毕业了。 那个时候, 我在武汉, 江河在上海。 去上老爷家拜年的时候, 邻居们也会拿着我们两个做比较, 要么就是说我在的城市不行, 要么就是说我在的公司不行, 要不然就是说我工资不行。 甚至还说上海有海, 武汉是江, 不一样。 总之, 江河的优异成绩像是他们家的孩子那样, 一直在跟我比较着什么, 其实我不在乎, 因为江河从小就很优秀。 这种日子, 这种经历, 这种场景, 我见得实在是太多了。 而江河呢? 身边依然是没有朋友, 每次都是让我去上老爷家住几天, 陪着他。 直到后来, 江河谈了对象, 渐渐地, 也再不需要我陪着他说话聊天打游戏了。 直到几年前, 江河开始要结婚了。 老爷很高兴, 他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也确实, 我母亲和大姨也很高兴, 也说终于等到他结婚了, 因为他的情况比较特殊。 我舅舅和舅妈两个人是离婚了, 江河判给了舅舅, 不过在上高中的时候, 江河跟着舅妈在市区里面生活, 那几年, 倒是舅妈一直在陪着他。 舅舅呢, 这个人比较有本事, 一直在做生意, 那几年赚了不少钱, 可是后来他又组建了新的家庭。 江河觉得尴尬, 就跟着老爷生活。 生活费, 舅舅和舅妈两个人分别都会给一笔钱, 不过在江河上大学的时候, 舅舅的生意就黄了, 那个女人也跟他选择了离婚。 所以到江河结婚的时候, 其实舅舅都里面并没有太多钱。 而江河是在上海工作, 他对象也是在上海, 两个人就想着在上海买一套房。 我记得当时双方家长见面的时候, 我父亲和姨父几个人也过去了, 谈结婚的这件事情, 女方那边倒也痛快, 什么要求都不要, 只要上海一套房, 面积必须在120平以上, 也不能是太过于偏远的地方。 在上海买房, 其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而江河他工作这么多年, 工资一直都挺高的, 据说当时都里面已经有几十万了。 当然, 这些钱买个房子还是远远不够的。 最后没有办法, 江河就说先把婚结了。 至于房子的事情, 后面再说。 然而, 结了婚之后, 谁也没有想到, 江河却一去不复返。 整整三年, 三年, 不管是过年, 还是中秋节, 国庆节, 江河再也没有回过农村老家。 每到过年的时候, 都是我们一些兄弟姐妹去上老爷家去拜年。 老爷看着我们, 虽然说欢喜得不得了, 但在他眼里, 所有的晚辈, 也只有江河是最有出息, 最有本事的一个人。 在说我们的时候, 他依然忘不了夸江河是如何如何地努力, 如何如何地有钱。 有时候, 大表哥也气不过, 就问老爷江河有没有回来看过他, 有没有给他买过什么东西吃和穿。 老爷笑着笑着就不笑了, 然后思考一会儿就说江河工作太忙, 回不来了, 但家里面有事情江河还是会回来的。 其他人都笑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江河自从结了婚, 就和他媳妇过着日子, 逢年过节的时候都会回女方家里。 我们这个家, 他是再也没有回来过一次, 甚至老爷过生日的时候, 他也不会打一个电话。 表哥表姐都觉得江河实在是太过分了, 毕竟小时候老爷是最疼爱他的, 可老爷总是劝我们不要批评江河, 说他有自己的苦衷, 还说家里面有事江河是一定回来的。 大表哥就笑着说是老爷太宠爱江河了, 但现实生活中, 江河却始终没有出过一份力。 我记得有一年老爷突发疾病住院, 住了二十多天, 我们这些晚辈都去了, 舅舅也给江河打个电话, 让他回来看一眼。 江河却说他媳妇要加班, 他要留下来给媳妇做饭, 就不回去了。 但江河的小舅子有孩子的时候, 他却和他媳妇跑到四川老家, 在那里住了很多天。 后来的解释就是, 这是女方他们家生的第一个孩子, 她作为孩子的姑姑, 肯定要回来看的。 那江河作为孩子的姑父, 也要表示表示, 这才拉了过去。 老老觉得这样做没有错, 还很支持。 至于江河回不回来, 无所谓。 记得当年江河回来, 把户口迁到上海的时候, 老爷坐在家门口高兴了很久, 说自己的大孙子有本事, 以后就是上海人了, 是从农村走出去的, 只有有本事的人才能够迁户口, 其他的人迁不了。 母亲看着老爷这么高兴, 想要说什么, 却被父亲拦住了。 这些年, 大家对江河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在我们这一代人里面, 确实承认江河是挺有本事的, 毕竟是我们这群人里, 大学考的是最好的, 进的公司也是最好的, 工资拿的也是最高的。 但就家庭这一块来言, 我们这一群人里, 确实没有几个人能够看上江河的, 觉得他多少有一些白眼狼了, 尤其是老爷把他养大, 一直对他那么的百般照顾, 但自从结了婚之后, 他是一次都没回过家。 他媳妇娘家有什么事情, 他都会跟着他媳妇过去住上三五天, 住上一个周都是有可能的。 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因为工作的事, 因为加班的事情不能回去。 但我们老家有什么事情? 甚至是老爷住院了, 他要么就是说自己加班, 要么就是说他媳妇加班, 需要留在家里面做饭。 总之,理由很多, 老爷也很认可。 他忙,他公司重视他, 你们别让他回来了, 你们几个回来就行。 老爷还是像往年那样, 一直宠爱着江河, 一直说江河这不容易那不容易, 让我们多理解。 老爷还是那样, 嘴里都是夸江河的, 说江河是如何如何的厉害, 甚至在村子里, 每次我们去上老爷家的时候, 还是有邻居拿我们和江河做对比。 时间久了, 我们也就麻木了, 并没有把他放在心上。 其实想来也无所谓了, 因为江河把他的户口也迁到了上海, 他以后也会在上海买房在上海安家落户, 这三年没回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以后可能是十年、二十年, 甚至是三十年都不会回来的。 以后他买了房子, 在公司发展好了, 他的故事会在村里更加流传开来。 我们没必要去争。 就像老爷说的, 只要孩子好, 他什么都好。 老爷也坚信, 只要家里有什么大事情, 他一定会回来的。 虽然我们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 但其实自从他工作之后, 我们就很少联系。 而自从他结婚之后, 这三年里, 他也没有再给我发过一次任何消息。 以前他工作不顺利, 或者是有其他的事情, 都会给我打电话, 我们两个聊天能聊到半夜十二点多。 但现在再也没有联系过了, 我们以为就这样成了定局, 可谁也没有想到, 这一年老爷又病了, 而且就在国庆节, 本来我准备这收拾一下也要回家的, 结果忽然间接到江河的电话。 说实话, 看到手机上显示的名称和电话号码, 我是震惊的。 因为这个号码已经好多年都没有给我打过了, 一次都没有打过。 我接通了电话, 江河跟我说他十一点半就会在市区的火车站下车, 问我方不方便接他一下。 我故意问他回来干嘛, 这马上就要国庆节结束了, 怎么不多陪陪老婆, 或者是跟着老婆回他娘家住一段时间。 江河说老爷生病了, 他要回来看看。 我开着车去到火车站街上江河, 说实话, 已经三年没见了, 江河确实苍老了不少, 不过说话还是那样, 都是高大上的名词, 我也听不懂。 就这样开着车, 回到了农村老家。 我发现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也没有什么好沟通的, 话也很少, 他说的都是什么城市建设, 经济发展, 还有一些战争之类的。 我也不感兴趣, 简单说了两句话就回家了。 刚进家门的时候, 很多人看到江河来了都表示很惊讶, 连忙给江河打招呼, 而老爷看到江河之后更是兴奋得不得了, 眼睛都放了光, 感觉病情都好了一多半。 然后指着我们说, 看看, 这是我的好大孙, 他从上海回来了。 这个时候, 我从后备箱拿出来很多礼品, 老爷看到之后并没有说什么。 我跟老爷说, 这些东西都是江河从上海带过来的, 有月饼, 有面包, 有茶叶, 有很多很多东西。 老爷一听, 是江河带过来了, 那更是高兴得不得了, 一直握着江河的手, 拍着他的手, 看着众人说, 看到没有, 这是我大孙儿从上海带来的好东西。 他是想着我, 还给我带来了月饼吃。 江河从盒子里面拿出来个月饼给到老爷, 老爷一口吃了一大半, 吃着笑着, 高兴得不得了。 他说你们都回来了, 真好, 这个国庆节大家都回来了, 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好好吃饭。 忽然间, 我也觉得老爷的病情没有那么严重了, 至少目前来看是这样的。 然而, 到了晚上, 老爷还是没有忍住问了江河一些问题, 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三年江河没有回来肯定有这样的事情, 那样的事情存在, 我们也想好了他会以什么样的理由来说。 结果江河就说当时结婚的时候, 欠了不少钱, 这些钱他要还, 于是就在外面经常加班加点地干活, 他不回, 也是觉得没有地方去。 他的父母离婚了, 老爷又年纪那么大, 而且他媳妇是四川的, 结婚的第一年, 媳妇那边的人喊他回去过年, 结婚的第二年他媳妇一直在加班, 他不方便回来。 到了第三年, 又有着其他的事情。 总之吧, 他的解释老爷是欣然接受了。 本来这次国庆节, 他是准备和媳妇回四川过国庆的, 但听到老爷生病的事情, 他毅然决然选择了放弃, 直接买了票, 从上海回到了老家, 不过他只有三天的假, 在路上已经耽误了一天, 明天只能在家一天, 后天就要走了。 虽然说只有三天的时间, 但对于老爷来说, 已经算是很多了。 毕竟已经三年没有见了, 江河在走的时候, 给老爷留下来了一万块钱, 让老爷拿着花。 老爷握着他的手跟他说, 今年过年一定回来, 大家团聚一下, 已经好多年都没有团聚过了, 已经好多年没有那么多人在一起了。 老爷很认真地看着江河。 我母亲和大姨也是如此, 江河却没有说话。 我记得当年他结完婚要走的时候, 老爷也是劝他要多回来, 那个时候江河就说, 以后看情况, 实在回不来, 家里有什么事情, 他转钱就好。 当时我就觉得, 他肯定是少回来。 如今,老爷握着他的手不舍得松开, 想着让他过年回来。 但江河沉默了。 人啊, 一旦结婚, 或许真的变了很多吧。